100分的問題,Claudia 電動出行已經是大勢所趨 不少企業像中電那樣都大力支持 現在在街上已經有很多種類的電動公共交通工具和電動雙用車正在走 考一下你,除了電動私家車 市面上有什麼電動雙用車經常都會見到呢? A,電動巴士、小巴、的士 B,電動旅遊巴 C,電動貨車 D,以上街市 Easy啦,答案是D 答對了 好,在終極大獎之前再問你最後一條問題 請答出畫面裡面的是什麼型號的電動貨車呢? 話說都已經成為EV達人,沒東西難倒我的 這部重型貨車叫做Eatros 嘩,那你也知道,有些資料 不用說了,這輛是2023年引入的全新重型貨車 你看它這麼巨型,外表硬朗 其實內裡很溫柔的 是全電動輸出,路上名牌坊,對地球很體貼的 這部Eatros是現在香港續航力最遠的電動重型貨車 電池容量去到448kWh 充滿電一次可以行足400公里 整條港珠澳大橋可以行足7次有多 適合長途運輸用 嘩,那真是多厲害 那充電時間又要不要很久呢? 那你也不用擔心 這輛車支援160kWh直流充電 由20%充到80% 最快100分鐘就可以了 真是Easy Charge,Easy Driver 現在電動車發展越來越成熟 充電配套又方便 除了這輛Eatros,還有另一輛電動貨車 就是旁邊的E-Econic Claudia,看你這麼厲害 今天你得到的獎品就是這輛全商電動貨車的 沉浸式試乘體驗 那是否即是你載我走一轉 可以,不過等我明年校都快 那你真的沒有車錯 小姐,年輕人都信不過了 不如讓我來吧 你不要看我的外表粗獷,實情我很細心 你看,今天這輛車我都準備好了 這輛真EV專家龍Sir 阿富興,可以先走了,拜拜 拜拜 這輛E-Econic 是低地台電動貨車 更加適合做一些短途和經常停車的工作 考考你,它最適合做甚麼用途 短途和經常停車的工作 怎會難得我EV達人 我知道了,是廢物運送車 又多厲害,活該你可以率先試車 好嘞,來吧,出發了 這輛E-Econic 有甚麼設計特色 如果這輛車應用在市內工作 經常開開停停,同時要上落落 會覺得很方便 即安件來說,也是有提升的 gün 嗯 至於這輛車的設計有一個特點 電池放在中間 令到整個電池兩邊多了防撞空間 再加上電池兩邊有護欄和感應器 當它受到撞擊時會自動斷電 所以這輛車的電池 總體來說安全度提升了很多 老Sir 我發現這輛車的玻璃很大 是的 也是這種低地台車身的特色 你見到前面左右兩邊都通通透透 無論在高速公路或入到市區 住宅區繁忙的街道 我們與其他道路使用者 都有足夠的眼神溝通 大家確認對方的動向 行車是否安全很多 它的電池容量有多大 老Sir 你駕起上來又有甚麼感覺 這輛車的電池容量是336kWh 真的夠大 再配合它是雙馬達和兩前速波箱設計 所以這輛車駕起步是非常輕鬆 寧靜 力量也是非常足夠的 還有一件事 就是它有相當強勁的動能回收 動能回收如果善用的話 上斜路 馬達夠力不用怕了 下斜路是如何呢 它的動能回收功率是相當強勁的 如果你善用的動能回收 就算香港的斜路上高落低 基本上都不用怎樣用到避力 駕起上來就覺得很輕鬆很安全 還有一件事 你看我們駕駛整輛車 其實都是很寧靜的 沒有那些引擎的聲音 所以如果我們這輛車 是從事市政工作 有時要晚上刻穿梭 在住宅區裏面 都不會吵出街坊 聽到我真的不錯 鏡旁邊有盞燈 是用來做甚麼的 是呀 這是盲點提示 這盞燈亮 代表左邊有障礙物 或其他車 你就要留心了 今天學到這麼多東西 對兩部電動貨車有更多認識 恭喜你榮聲為真EV大人 上一講 減炭動起來 路上零排放 綠色駕駛又如何少得運輸業界的參與呢 現在又有請到業界的代表黃先生 出來分享一下 好 在不斷發展的充電設施 加上越來越成熟的電動車技術下 我們業界都很支持 跟中電一起推動電動車普及化 為改善道路空氣質素 而出一分力 如果大家想知道 多點電動商用車的資訊和支援 就要立即看中電的網站和Facebook 我們會 common 兩部電動車 冷靜を保護 冷靜 無法 冷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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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靜